本课程由量子大学出品 那首先如何为产品讲一个好故事呢 世界就起源于故事 原始太初一片混沌天昏地暗 只有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上帝把光和暗分开 把光称为白昼 把黑暗称之为夜 夜晚过去 夜晚过去后清晨接着来临 这就是创世纪的第一天 故事不仅富能 而且还可以让产品卖出好价钱 1997年我们为伊利策划的时候 我们开启了中国的牛奶之战 就讲了一个草原的牛奶故事 那么美丽的大草原稀缺的好产品 一下子让草原的牛奶打扮了城市的牛奶 阴云是怎么讲故事的呢 我们知道世界卖的最会最好的水 就是伊云的水 伊云讲了一个百年前的故事 一百多年前有一个法国的贵族得了圣洁石 将不久于人世回到家乡等死 他每天喝阿尔卑斯的山泉水 半年之后圣洁石不见了 他把这个神奇的水献给了拿破仑三世波拿巴皇帝 皇帝赐了他的名字伊云 伊云现在是全世界卖的最好的水 他赚的利润是中国所有水厂的总和 再讲讲当年的石头记 石头记是一个台商在东莞创立的一个品牌 取的是《红楼梦》的原作 石头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么他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一个半宝石的故事 我们知道宝石卖的很贵 有红宝石有蓝宝石还有祖母绿 但是所谓的半宝石是什么 是在地质进化的过程中 地壳的运动突然停止了 宝石还没有进化为宝石 也就是它的价值还没有这么高 卖给谁呢 卖给青豆初开的年轻人 讲了一个故事 这是山野间我捡回的一块石头 但是在山河之间没有两块同样的石头 于是把这个故事就卖给年轻人 广告语叫世间今此一见 今生与你结缘 一下子一个半宝石都卖遍了全中国 那女儿红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这是一个黄酒 那么黄酒的故事来源于我们去绍兴的采风 说当地有一个风俗 生了女孩之后 要买一坛酒在自家的桂花树下 当然有钱人是一个酒窖 当女儿出嫁的时候 把这坛酒拿出来大宴宾客 过去女孩子18岁就嫁人了 所以我们的广告语是 蕴藏18年 只为这一天 后来在中央电视台还播出了 长达几十集的连续剧 一下子让这个产品红遍天下 储石垫当年种出来储城 但是卖不出去 因为人们不知道这个城子怎么好 于是它在商场里拉起来横幅 储石垫种的冰糖城 有人物有故事 然后把储石间的创业故事昭告天下 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 刚刚从监狱走出来 家破人亡 扛着锄头 和自己的太太一起到哀劳山 去种橙子 王氏看了都非常的感动 后来请韩寒写了一个广告语 人生总有起伏 精神总可传承 于是这个产品变成了一个屌丝城 抑制城 有情感的城子 一下子也卖成了全世界最贵的城子 那是最大的城市 是最大的城市 是最大的城市 那是最大的城市